6月13日至18日,世界女排联赛香港2023将一连六天在香港体育馆举行,包括中国队在内共有8支球队参赛。 10日下午,中心社记者见到了正在体育馆训练的中国女排。 主教练蔡斌表示,她与队员一下飞机就感受到了香港同胞的热情欢迎,他们会全力以赴备战,珍惜在香港站的每场比赛。 香港同胞的一个加油声对我们非常重要,每场去打出我们的团队这种精气神,然后拼每一个选手,因为对于我们这支相对组队时间比较短的队伍来讲,每场比赛都很重要,我们会很珍惜。 每次来香港这个氛围都非常好,因为也是我们的主场嘛,观众的这种为我们加油的这种热情,我觉得在比赛场上都能感受到这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一种氛围吧,然后我们也是很喜欢在这里比赛。 世界女排联赛,魁威四年重离香港,也令全程兴起女排热潮。 香港排球总会特别安排了中国女排全接触计划,让香港市民能够在体育馆近距离观摩女排训练实况。 不少球迷举着国旗和灯牌,为女排姑娘们加油打气,现场氛围十分热烈。 香港女子排球青少年及少年队,也与中国女排进行了技术交流,切磋球技。 香港女子青年排球代表队队员冯小南告诉记者,她打排球已经九年了,在队里是自由人的位置。 她非常喜欢女排运动员王孟杰,这次见到偶像很激动,希望自己未来能代表香港参加比赛。 非常欣赏王孟杰,因为我觉得她的救球很厉害,很希望能成为一个排球的运动员,代表香港去比赛。 据悉,本届世界女排联赛中,中国队已在日本名鼓舞站获得四战全胜的佳绩。 这次来到香港站,将与加拿大保加利亚波兰和意大利队交手对阵。